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宝贝 知道是很遗憾 是什么意思 很遗憾 是什么意思 妈 请我 请我 媽媽來了 她知道她的小孩已經死掉了 所以她是本來就是已經在哭的狀態 可能是哭了也停了停了又哭的那個 對 所以我剛剛就自己一個人先聽著音樂 然後我就落在一個角落 然後後來當我真的到達拍攝的現場的時候 那個氣味跟那個燈光 就是那個走廊的整個氣味跟燈光 就這樣我覺得天啊也太想哭了吧 美鳳姐 美鳳你來了 柯師兄 這就是今天來賭三個咖啡美雲 你好 你好 我們的工作很簡單 就是把這些資源回送都整理要打包 你 這個 車會給他搭搭的 然後她很重要提到一件事情是 她希望我們忘記傷痛 所以用很多的忙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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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去忘記這件事情 盡量靠人 空間不太狗 所以那個時候劇本裡面 特別有寫的一個事情叫做 當你把一繞一繞的紙 捆成一桶的時候 然後她要拿上去車上 可是美雲她是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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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整理 你可以丟給我 就比較近一點 真的我這邊 別了 覺得由美雲實姐跟勇智師兄 他們算是在這麼重大創傷之後 是比較幸運的 就是他們有慈祭師兄 是一些陪伴 然後還有機會去透過做慈祭 還有做資源回收 然後可以得到一些釋放跟平復 對不對 是的 我第一時間的時候是很冷靜 反而是很冷靜嗎 第一時間我非常冷靜 第一時間我知道這個訊息 出大事了 對 出大事了 所以說我要出門以前 我是先在家裡求菩薩說 假設她可以好的話 讓她能夠平安過關 假設她不能好的話 不要讓她受苦 好重 對 那麼去到現場 反正就是一幕一幕的 你只能夠接受結果 你沒有討價還價的機會 可是她是被動接受 被動接受 甚至於我抱著孩子 已經停止呼吸的孩子 對 等於就是要把她抱到 那個醫院的太平間的那個過程 其實人來人往 沒有人知道說 你手上抱的這個孩子 已經是停止呼吸 所以說想到那一幕 我自己都覺得說 真的是很矛盾 對 就是那個是經過事情已經過了以後 冷靜下來的時候 自己會去想這個問題 明明是有溫度的 明明是有互動的 但是她說停就停 所以說那個時候 反而是激發我 想要去認識生命 對 我那時候開始去追尋 生命是從哪裡來 到底從哪裡去 對 所以整個過程 你是用 是壓抑式的保持 讓自己冷靜嗎 是壓抑嗎 應該不是壓抑 應該說是個性 可以很冷靜的去面對 即使是發生在你自己身上 這麼重大事件 沒錯 其實我那時候 並沒有情緒上很大的 崩潰 對 但是就是說 事後 孩子已經出病了以後 每到那個時間 就是要去帶孩子回來的時間 內心裡面有一股衝動 還要往那邊去帶 對 那時候沒有辦法接受 事實說 就是一直環繞的 就是說明明是有 為什麼變沒有 其實那是一種痛的感覺 你可能會透過 你在工作生活上面的忙碌 讓他暫時被壓抑住 那可是在什麼樣的時間點 或者是什麼樣的景象 會觸動你內在的 那個痛的感覺會出來 曾經就是在路上 看到那個小菩薩 就是一樣那麼大的一個孩子 是 就是一種很沒有 就是很想要去抱他 那種抱孩子的那種感覺 對 會有那種 然後呢也曾經有看過一個小寶寶 就覺得很很對緣 我心裡就在想說 這會不會是孩子再來的 是是是 對 媽媽的一種情形 對 好 那像我們就要請教林毅老師 那因為 因為媽媽的這種傷痛感 那其實會比爸爸會感受到更強烈一點 以通常來講 因為美女師姐她是屬於很堅強勇敢又理性的女性 是的 那麼通常遇到這樣子狀況的媽媽 她們大概要透過什麼樣的方式 或者甚至於時間拉多長 她們才可以就是讓自己的心靈生活都平復一點 我想我們一般對孩子走了這個狀況 那像我剛剛講的半年一年 因為孩子不一樣 孩子跟一般的哀傷期拉得更長 那我所謂的一年是這一年 你都有一點功能不是那麼好 我所謂功能不是那麼好 就是哪些部分 比如說這個媽媽是上班族 我剛剛講的就是說她沒有 當然上班族也看情形 如果她工作是一個經理人等等這一些 可能這一段時間 她常常在觸景傷情的當中 所以施功能一點 那如果這個媽媽其實不用 她的工作是重複性高的 也許幾個月之後她還可以 我覺得常常 我們都常被問說社會職業功能 其實就是少一點 但也要看她工作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我們基本的吃睡 比如我們常聽到的這件事之後 她瘦了十公斤 那她這十公斤不能一直降 前面半年可以 那後來她一直降 這樣不行 這表示她一直都不吃不喝 這就要留意了 那睡覺也是 剛開始一定睡不著 那幾個月過去了之後 她還都沒辦法睡 至於說哭與否 我們剛剛也聽到美雲師姐 她其實一定很難過 但是她在第一時間她是堅強的 所以哭並不是所有人都要哭 但情緒一定不好 你知道有些是太悲痛到她是哭不出來 她哭不出來 對她哭不出來 那個才真的是要特別的關心 因為這是比較不正常的反應 我想我也要介紹一下 我們愛上的這個理程 一開始大概常見的就是先否認 說真的有 而且這個理程會跑來跑去 她並不是那麼照次序的 她否認她會覺得沒有這個事情 理智上知道這個是 但情緒上就是像剛剛美雲師姐講的 時間到了 那種有一點這樣模模糊糊的 覺得我應該要去接個小孩 沒有我小孩走了 那個模模糊糊的 那先否認的時候就生氣了 她終於發現這件事 為什麼會發生在我小孩身上 那在她討價還價 比如說在這個過程裡面 有沒有可能我的孩子還在 或什麼的 那後來終於發現 討價還價憤怒都沒有用的時候 就到第四個 就真的很沮喪 那漸漸的漸台 最後情緒跟理智 她都能夠接受 就是第五個階段到接受 那這過程會反反覆覆 那剛剛美雲師姐在講的時候 今天不管是送去哪裡 或者是說孩子發生什麼事 意外或者她自己走的 我們一定都會 會有很多的自責 自責這件事情其實 是很自然發生的 所以美雲師姐其實 這個事件之後 你有過自責的感覺嗎 其實有 也有 因為那時候 我事業失敗 重新要再起 對 其實我一心一意 我想要還債 我很認真的一直在工作 所以說才會把孩子托育 對 所以心裡也是會難過 對 甚至有一度同事懷孕 我看到同事懷孕 心裡也會 就被觸動了 對 那是很複雜的 我覺得一直到 做環保是一個階段 之後呢 參與教練會 因為我聽上人開始 他說一個老師可以影響 至少30個學生 每一個學生都影響一個家庭 至少可以影響30個家庭 所以說那個時候 我就投入去陪伴老師 去參與教師聯誼會 然後上層跟我們講說 用菩薩的心 來陪伴自己的孩子 用媽媽的心來照顧別人的孩子 所以說我那時候 其實就在這個部分 我就很用心地去投入 後來也很融入 這也是一個轉念的方式 是的 不過轉念之前 會有一個 我剛剛講說 這個階段裡面 他還是有哀傷難過 對 他轉念之前有一個過程 對 他的那個哀傷難過 你很難講說這兩個就是 現在這邊叫哀傷 這邊叫轉念 他一定就是 我轉過來 想一想我又難過 我又回到這邊 所以這也是我提醒 陪伴的人 陪伴的人有時候很煩 我說很煩的時候 跟你說三年有可能 他想一想他又想一起來 只是頻率降低 所以我都跟陪伴者說 只要有頻率降低就好了 而且你不要這個禮拜 跟上個禮拜比 你這兩個月跟上兩個月比 時間拉長了 所以我們自己會覺得說 我怎麼又來了 好 這個過程是一定有的 不可能從這裡 直接就跳到那個地方 所以說當你出現了 反反覆覆 情緒不是很好的狀況之下 其實請先接受自己 是的 我們很正常 對 我們有這些情緒都很正常 然後在陪伴的人 我們也接受 接受我們要給一點時間 沒有一個人可以從這一步 就直接跳到那一步 對 大家都需要時間來療傷 那當然也更需要方法 是 好 那我們就要繼續跟著她 一起姐姐向前衝囉 謝謝林玉老師 今天特別的這樣子 知道我們提醒大家 謝謝 謝謝 感恩